那么超越六道轮回 必须要把尽死烦恼断掉 轮回就没有了 轮回是假的 是一场梦 既然知道是假的是一场梦 你还有放不下的吗 自然就放下了 再也不会留念了 不但轮回是梦 设法界也是一场梦 都不是真的 那什么才算是真的 祝佛如来的设暴徒 才算是真的 设暴徒严徒 那是法身菩萨真的 没有明心见心的人 见不到 见都见不到 你怎么能去 必须先见到 然后你才能够去得了 这是我们 真正认真去思维 我们做不到 做不到是很幸运 遇到净土法门 这是不幸当中的大幸 用幸运持民的方法 往生极乐世界 不走八万四千法门 那个道路 我们走另外一条道路 很少从这条道路出去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就等于到了什么都 这个陈旧太高了 所以很少人相信 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我对这个法门 我对这个法门 三十年才相信 所以经上讲 男性之法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 我自己学习三十年才相信 五十年才接受 真正接受 最近这个十年才专修 把大经大论放下了 我自己学习三十年才